朱居士持送大悲咒的感应 朱光廷老居士是浙江佛阳市人 今年已经76岁高龄 他身体十分硬朗 一个人上天中山毫不费力 说话中气也很粗 不了解的人会觉得他只有60岁 说到他与大悲咒的故事 也是很有传奇性的 十年前他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 腿当时就不能走路了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佛菩萨 就在好几个人的摊扶下来到了天中禅院 绝名上人见到他后问了情况 劝他在禅院里住两天 但因为家里有事 他当天就下山了 过了几天 他又让人掺着来到禅院住了下来 上人让他念大悲咒 念了两天 他就感觉腿好了许多 四五天后下山时 已经不再需要掺服 行走自如了 这一亲身经历 让他认识到了大悲咒的神奇 升起了莫大的信心 于是他拜上人为师 开始专心持念大悲咒 他修行很精进 每天早上起床后 先念108遍大悲咒 再吃早饭 一天下来要念400多遍 就这样 他坚持念了十年 从未中断过 功夫到了 笑宿也就出来了 念大悲咒之前 他身体很差 患有多种疾病 念了几年后 不知不觉中 这些病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且念咒这么多年 他从未生过什么病 对于像他这个岁数的人来说 这也是很少见的 此外 他的性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他很急躁 急易生气 现在他感觉心很静 很少生气 有时一年多不生一次气 即使别人骂他 也不生气 更为神奇的是 他居然能给人治病 而且治的都是医院治不了的大病 难病 他有一个老朋友 得了肝硬化 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 医药废花了很多 可就是没什么效果 医院决定放弃 让他回家休养 就在他快要出院时 朱巨士听说了 就到医院去看他 目睹老朋友饱受病苦的折磨 他不禁想到了大悲咒 心想 自己的病 念大悲咒能治好 给老朋友念念 说不定也有效果 于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在老朋友床前 念了六七遍大悲咒 又用手在他身上 来回摸了几遍 然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 老朋友欣喜地告诉他 原来肿胀的很高很古的肚子 已经完全消下去了 他一听 也大吃一惊 没想到自己念的大悲咒 有这么大的力量 老朋友很快就离开了医院 回家后不久病就好了 至今健在 而且已经开始学佛修行 还有一个人患了蝉腰蛇毒疮 医院治不了 眼看毒疮就要把腰全部围住 生命危在旦夕 他听说后就去病人家里 念了几遍大悲咒 念的时候 毒疮就破了 冷水流了出来 很快就痊愈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除了能治病外 朱老居士还能看到很多神奇的现象 有一次 宁波阿育王寺举行菩萨开光仪式 他赶过去参加 在大殿里 他看到菩萨周身 放射出黄光 非常耀眼 大殿里有一百多人 别的人都看不见这种瑞相 只有他看得清清楚楚 朱居士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一心持念大悲咒 精进不屑 长养慈悲心 悲下心 自然会受益 获得神奇的妙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